电影《变形金刚七超能勇士》已经上演 这次的反派塑造墙的令人近乎绝望 尤其是恐惧兽的首领天灾 他比以往的任何《变形金刚》角色都要强大 就连霸天虎的老祖堕落金刚 在他面前都只是小巫剑道 威震天更是与他皮鞋都不配 根据官方的资料显示 天灾的定位类似于变寺中的精灾 同样是四处征战的赏金猎人 不过一个世卫才 一个单纯为了杀戮和毁灭 他的星球被宇宙大帝所吞噬 从此天灾便化身大帝坐下第一战脚 接受黑暗力量洗礼之后 天灾的生命维度也提升了一个档子 而他所率领的恐惧兽军团 更是涂漏了成千上万的星球 关于他的来历也十分神秘 极有可能是其他次元的暗黑晴天主 而他每杀一个对手 都会撕下其徽章当作自己的战利品 他的武器分别是左手的能量刃和右手的能量刃 就连巨无霸的老祖圣元在他手下都走不过三招 影片中天灾奉宇宙大帝之命前往地球夺取能穿越时空的钥匙 而这把钥匙同样也是秦天主他们回家的希望 为此双方势力站坐一团 而秦天主几乎被天灾单方面吊打 就连赶来的大黄蜂都被骑一刀秒杀 如此实力可谓远超领袖 同时天灾还能从身体中释放一种名为极动怪的生物 帮助其侦查和追杀敌人 本次影片的时间线也是承接独立电影《大黄蜂》之后的第七年 虽然男女主不尽人 但是变形金刚不就是为了看机器人变身去的吗 那么你们对这部全新的变气感关注 评论区不妨留言讨论一下